香港人的生活這麼忙碌 平日上班上學的時候 可能連睡都未必睡得夠 每朝鬧鐘響的時候 真是極不情願地要起床 還哪有心情 像廣告那樣說去享受一個 Good Morning 不過我在接下來的 這一集的薯片 就會為大家選擇了由樂隊 Rascals所唱的 A Beautiful Morning 就是講早上起床的時候 好好呼吸一下 早上的清新空氣 聽一下小鳥的歌聲 挺爽的,大家都可以嘗嘗 薯片Show Music 曾俊華 歡迎大家收聽今晚年初六的 薯片Show Music 首先跟大家拜一年 祝大家心想事成 萬事如意,新年快樂! 在上星期我跟大家說 今晚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Boston 舞獅的樂趣 一般來說,我們舞館 都會在新年的第一個星期日 做舞獅巡遊 風雨不改 其他舞館都會一樣 羅鼓聲一起 氣氛就會非常熱鬧 我們會在出獅前幾天 就會開始準備 將獅子、羅鼓 推鼓的車仔 旗刺、兵器等等 都要整理好 還要跟師兄弟解釋 路程 採清時的安排 甚至表演時的次序 以及怎樣維持觀眾的秩序 等等 對新加入的師兄弟 特別重要 尤其是外國人 因為他們一點都不知道要做些什麼 當日我們自己都會做好準備 農曆年是大約在2月 天氣都會比較冷 也有下雪的可能 所以穿衣時要打底 穿得夠暖 又不可以減低我們的靈活性 脈最重要的是要穿多幾雙 手套和冷帽都需要 還要一條毛巾包著頸 可以保暖 可以抹汗 也可以抵禦一下炮掌的襲擊 在武館內 我們拜過祖師之後 就會浩浩蕩蕩地在街上列隊 然後到所有商店去拜列 有些店鋪比較隨便 但是一些比較認真的 是會拿出不同的青 擺出來 有些高青 有些地青 也有些各式各樣的青 採青之前 師傅都會留為置點 最簡單的 就是一個生菜押著一封利士 做獅頭的 就要將生菜撕碎 然後套出來 我有一次就給老友的 做股 我沒有獅頭的時候 他就將生菜 雪到硬了 要沒有到街邊的 就是街邊那裏 才可以撞碎 有時他們還要做股 就放一個椰子出來 椰子也是一樣 都是比較困難的 有幾年 我們是見過大雪的 整地都是雪 弄得腳濕了 就很冷 那幾年就比較辛苦 當時我們那些獅頭 是用麻布做的 是比較堅實 也是比較重 開始幾個小時都還好 但是沒有到下午 又冷又累又餓 開始媽夫了 沒完之後 師傅都會跟我們一起吃開年飯 大家又會高興一晚 這些都是一些美好的回憶 到今天想起來還是很開心 薯片叔叔 教英文 如果大家有留意 編複合Batman的電影 電視節目和漫畫 你們會聽過或者看過他的助手 Robin The Boy Wonder 神奇小子羅賓 不時叫Holy Batman 或者Holy 其他的東西 Holy 是神聖的意思 但是Holy Batman的意思 當然不是神聖的編複合 這一句是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只是一個有些少搞笑方式的感嘆 去表達一些震驚的感覺 或者一個驚訝的感覺 當他見到屋裡起火 他就會說Holy Fire Batman 當他留意到敵人採取了轉移注意力的策略 他可能會說Holy Diversionary Tactics Batman 當有美女拒絕他的邀請出街 他可能就會說Holy Rejection Batman 這個用詞亦都可以是很無理頭 例如見到一隻濕了身的貓在樹上 他就會說Holy Red Cat in a Tree Batman 如果他見到Batman在寒冷的天氣 穿著他的保暖色的長內衣 他可能就會說Holy You Are Wearing My Snuggies Batman 如果老師給你零分 或者老闆給了一個不太好的報告給你 你可以說Holy Batman 除了用Batman之外 其實有很多名詞都適用於Holy後面的 來表達一些驚奇 或者是開心 甚至是興奮的情緒 好像Wow這樣的意思 最常見的就是Holy Smokes 煙火的意思 很多人說這個用詞是來自選教王 在煙通中放出白煙的內由 可以說Holy Smokes You Finally Got Your Hair Cut 那你就說 哇你終於剪了頭髮了 或者Holy Smokes Have You Seen A Car Go So Fast? 有沒有見過這麼快的車呢? 或者We Won The Lottery Holy Smokes That's Amazing 贏了六合彩 都可以用Holy Smokes 去表達你的驚喜 其他可以用的字 有Holy Macro 清語的意思 Holy Cow 牛 Holy Crab 廢物 Holy Mother of God 聖母 Holy of Holies 神聖中的神聖 當然很多人都會在Holy後面 加上粗口 那就要看一下他們的創意是怎樣 整個的用詞好不好聽 夠不夠經典 Holy豪 更忍